本文读家,点击有上角关注,分享更多精彩文字,三毛这个名字,是诗与远方的代名词,三毛一生,充满不可复制的传习,世人只知道他叫三毛,却忽略了他的原名,陈茂平,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,他怎么都不会茂的写法,每次写到名字,都傻子把中间的字去掉,就这样,他改名为陈茂, 小时候,三毛无意间看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,被其中的流浪情节所吸引,这也是他为自己取名为三毛的初衷,流浪远方,寻找心灵家园,为了实现流浪理想,三毛十九岁离开泰安,独自闯荡世界,三十岁前走遍五十多个国家,对他最大的人生改变是在西班牙遇到此生爱,何夕? 何夕当时是一个高中生,还有四年大学,二年兵役,他让三毛等他六年,六年后他会娶她,这六年里,他们没有联系,三毛不乏追求者,但是都未能走到昏迷这一步,缘分总是神奇,冥冥中自有注定,六年后,何夕与三毛再次相聚,何夕的长情深深打动了三毛, 他读过他的求爱信,散了一晚上的步,第二天答应对方的求婚,三毛想去撒哈拉沙漠生活,何夕一声不吭,先去那里做起准备,在那里,三毛度过人生中最幸福的六年,长河落日,大漠孤间, 他和何夕犹如神仙眷侣,物质条件艰苦,但是精神丰富饱满,直到他在一次潜水中意外身亡,何夕的去世给三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,但是使者长一役,生者还得继续生活下去,回到泰安的三毛进入大学任教,到各地演讲,进行创作,忙忙碌碌的生活也许能够帮他忘却痛苦,让他没有闲暇去回忆往昔, 曾经生死相依的爱人,有怎么可能忘记呢?何夕虽然去世了,三毛却说自己与他保持电波联系,通过声波,他说自己知道何夕去了天堂,那里没有性别之分,人人平等,非常美丽,这种行为,在整常人听来也许感到荒诞,甚至恐怖,也许觉得这是三毛身受伤痛刺激,才会出现的异响, 又或者,这是身陷上痛中的人,作为自我安慰的方式,不管怎样,对三毛自己来说,这种心灵感应真实存在着,事实上,三毛这种通灵与先知的能力,在他小时候就出现过,他的家人反应,三毛还是少女时,就预知自己将来会跟一个西班牙人结婚, 当时家人认为纯属少女怀春,胡说八道,根本没在意,三毛五六岁,有一次,父亲带他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友人,当三毛看到对方时,非但没有说友好的话语, 还低声告诉父亲,这位叔叔的儿子死了,当时,父亲对此气尴尬,又感到莫名其妙,后来在跟友人的交流中获知,对方的儿子的确已不久前病逝,三毛在小时候,还有一个举动非常神奇,在电话铃响之前,他就能预感到有电话打进来,早早等在电话机旁边, 每次都不会落空,三毛和香港科幻作家尼匡,武侠小说家古龙交往颇深,他们三人曾约定,切离世的人一定要想办法与存哲取的联系,告知另一个世界的情况,后来古龙先行一步,想起曾经立下的约定,尼匡说自己做梦都不曾梦见过古龙,三毛却说自己看见古龙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喝酒,小孩子的心灵非常纯洁, 眼睛也非常干净,能够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,随着慢慢长大,心灵与眼睛被尘尸所污,变成了正常的大人,也就失去特异功能,世界是唯物的,同时也是唯心的,人类对世界的挖掘与认知,只是冰春一角,有些悬尿知识,科学无法解释,我们却无法轻易否定,对于三毛这种通明与先知, 你怎么看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